李鸿燕从六岁就开始反三苏 我从六岁开始就反三苏 你说六岁就反三苏 请问一下怎么反的 我说说吧 我说了呀 我上次之前说过的呀 我六岁就反三苏 我五岁半上的一年级 后来跳级到二年级下学期 六岁的时候 然后那二年级学生 就不停的讲什么黄色小话呀 然后逗女生 我当时就反对他们 就只要我在的地方 我就会直接跳出来置之 宁可跟人打起来 也不乐 也在所不辞 就这样 什么时候相声都死了 我说相声是不是已经绝肿了 没有 我是相声 我没死 我还活着呢 就是为相声保恩 就能够在作用 好吧 李大博士作为相声这门艺术的新秀 可谓是永远的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再夸张一点来说 他已经走在了这个行业的前列线上面 最近李大博士直播的时候 又说出了很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理论 上李大博士的神奇理论 那就是公式相声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达到全场报效的程度 就是我的目的就是 给我一种观众 给我一种观众 写出这种观众能保效的端子 就是这个目的 所有的公式都是 所有的相声都使用 但是你必须得知道 这观众是谁 他们到底有什么喜好 这些东西是编写条件 好吧 首先呢 你需要给他一批观众 而不是他写相声来迎合观众 其次就是以前说的 观众要有一定的高学历 不得不说的 就是怪不得公式相声活不起来 可算是知道了根本原因了 是需要观众来迎合他 不是他来迎合观众 举个例子 就好比我是做肉夹馍的 你给我找一千个 想吃肉夹馍的过来 想吃别的食物的 给我赶出去 就这个理论 说的直白点 你放一个小学生 在舞台上面都可以逗笑所有人 还有你 我的相声 现场的观众是最火爆的 没有质疑 那您能不能具体给细说说 让我那个一同的心 上来就入伙 哎 大理啊 你能给我两千块钱收获费吗 我好爱刚取的 我再来数钱 数得不说话 哎 你什么时候还我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还你 哗就炸了 对吧 我认为这个段子说千古一段 都不为过 真的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每个人笑点都不一样 对吧 你不笑就别笑 不需要你笑 好吧 哎 一百块都不给你 说这个 我们就是博士三件事 是哪三件事 不是三件事 是三减十 三件事得等于什么样 得多少啊 大家都说夫妻 所以呢 这个博士三件事 就是博士夫妻 就这个包袱的 下面观众笑得可嗨了 哗就炸了 什么玩意儿啊 这个 这个人身公鸡不好 很多人说公鸡性太强 那我就改成母鸡性一点 好吧 不许美化自己啊 哇 你说的真是人话呀 又想又不臭啊 我差一点我就懂了 哎 还是没懂啊 这是咱们相声的特点 就是 你都不知道怎么了 就不懂得人家特傻 嗯 懂得人就 哈哈哈哈 就炸了 哎呀这么一说 你有点不要脸了 这个咱们今天尽量别说 哪个新郭的人 对吧 他呢就是没有生活经验 他会说 他说任何的创新 都得是内行 还得是内行里的精英 这是没有生活经验的人 瞎掰摆出来的理论 所以同样没有生活经验的粉丝 会非常信这个理论 其实他是没见过 没见过 真正的创新的人 一定是外行 一定是原体系里的外行 为什么呢 因为原体系里面 但凡是内行的人 他有吃有喝 吃好穿好 为什么要做创新 创新是颠覆 创新是完全 抛弃了自己原有的东西 这是非常非常 容易出问题的东西 是非常有可能 万劫不复的 如果你有吃有喝 你怎么可能会 抛弃这样的东西 然后去做一个创新 只有你必须要生存 你不创新就是个死 李洪业说着不提郭德纲 却还是没少提 这不就是口是心非吗 观众比听传统 像上的观众还多 我们最多的演出 现场4600人 最多的一次 他们的这个 传统现场演员 是这么说的 就是假如说 现场就来两个观众 你要逗笑他们 一个观众 我们也照演不悟 我不会这么干 你就俩人吧 对吧 你们两个不想笑 滚 突袭勇气 听了完整的 郭德纲 于谦说的 西征 有有 一点内容都没有 做梦梦里梦外 道梦空间 你看梦里写得多细致 有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反正我绝对不会 看这种东西的 因为一点内容都没有 我看他干嘛 然后他呢 深圳的人群 主要是底层人群 我这边针对人群 主要是有文化的人群 他呢 没怎么读过书 我呢 却读到了博士 我不会加入德云社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观众 和德云社的观众 是两个观众 德云社的观众呢 比较喜欢 听一些比较低俗的笑调 而我们的观众呢 都是比较 都是不停 月28号 当时江坤受邀到广州出席一场讲座 没想到演讲时 江坤突然向同行郭德纲开炮 直指对方道德有问题 现在郭德纲在网上闹那么多事情 在道德在伦理上出现这么多问题 我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他 尽管事后 江坤的经纪人出面否认 表示两人只是在专业领域有一些分歧 江坤不可能去批评郭德纲的道德问题 但这一消息还是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不少网友纷纷发帖评论 其中大多数人都力挺郭德纲 有人嫉妒好 说明你干出了点成绩 小姜子这次免费为老郭做了回广告 寄生姜何生刚 馒头饺子都是大俗 阿咪也离不开呀 作为当事人 郭德纲本人的反击 则可以称得上是含蓄中充满锋芒 10月1号 郭德纲首先在微博上撰写了一首小诗 以一句 从来暗箭起同行 暗讽江坤的炮轰是江郎才进 楚河两岸萧嫣账 从来暗箭起同行 关其不与真君子 大人何必小鸡肠 你且扬威修战道 我自低言杜陈仓 勘探人生终有老 莫叫无才 小江郎 今天下午 郭德纲再次发布一条微博 以激电相声前辈刘宝瑞 离世43周年为契机 大爆相声界惊人内哄黑幕 只是同行间的争斗太过恶毒 虽然依旧没有指名道姓 但不难让人联想到所谓的炮红风波 今天是相声前辈刘宝瑞先生 离世43周年纪念日 一代单口大王 突然身故尸体失踪成千古迷案 唯一线索是死前有同行教导 同时大老艺术家王凤山 被同行贺林跪在脚铁上 用铁钳拨去指甲 相声泰等马三立先生的演出费 长年被盘剥 马先生道 让他们证吧 以后再有事就不拿眼头烫我了 同行相恶何其毒也 在微博上调侃爆料还不过瘾 在帅德云社赴济南演出时 郭德纲又在单口相声 纪公传中借角色之口 暗损炮轰他道德有问题之人 当时郭德纲讲到 纪公给宋高宗治病 却被怀疑要占太后的便宜 哎呀还让太后唱个歌 旁边站着太监拿手一纸的歌手 你道德上有问题 我们 回头看 哪个太监说的 能唱一段戏吗 我不唱戏 但你要听唱歌 我可以给你唱一下 我所写的歌曲 因为唱肯定不是指太平歌词 这也太迹琴 卓雪斗唱四门功课这个唱 就是太平歌词 对 怎么可能唱这个字那么精彩的话 就只是说一个太平歌词呢 绝不可能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唱 有人说唱京剧唱平剧 唱汪大鼓唱歌 各位那叫学 因为那几样都有专业的演员在演唱 只有太平歌词是你说相声必须要会的 太平歌词是相声练唱功的 相声也可以用别的联唱功 我就喜欢唱周杰伦的歌 也可以联 没什么不信 没什么不信 你会 收 告别占有 一脚心来 找不到 借口 唱完了告诉我一声 唱完 我们效果严格的训练 无论多好笑呢 我们都不会笑 就被忍不住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 关注我